位于大寮这间豆浆店 休息时间门开着 但无人出入 门口贴着招募员工的告示 但豆浆店却被前员工投诉 急欠薪水都不给 离职员工说常常有人上门要钱 而店内的钱怎么凑也不够 心生恐惧才离开 但他被欠了四万元薪水 申请劳工局协调和解 到现在还没拿到钱 另外一位离职员工在网路 PO文 表示自己因为工作加班 十五个小时以上 二月份薪水到现在还没领到 PO出照片 下班精神不计撞车 机车都撞烂了 店家教他先去修 他估价一万一千六百五十元 却换来一句不要修了 自己只能摸摸鼻子认赔 也有员工加码PO出 讲好的薪水一万六千五百元 最后只会三千元 店家要他把网路的事情处理好 再谈薪水 面对投诉老板回应都有在处理中 双方各有立场 劳工局也受理案件 而员工现在也申请强制执行 希望在最快时间内 他会自己应取得的薪水 三区文章者如果先告诉我们报导 员工被逼上街头抗议 拖欠工资恶意欠薪 实有所闻 若不幸遇到民众怎么做 就收集证据 然后去捞机会告他 自己的权利很重要 如果你自己不保护的话 就别人不会保护你 先沟通 沟通无效才会神速 如果沟通不良的话 那就是直接要劳工具 申诉要懂法规也得抓准时间 根据劳基法规定 当你发现雇主欠薪 得在三十天内提出申诉 申请劳资争议调解 追讨你的工资 超过三十天或调解失败 双方就得上法院打官司 好像难免会发生这种事 毕竟还是有一些不善的经营者 生气吧 就是该给的时候 就应该要给 都不给 然后就是也没有一个下文的话 就可能就离职 然后再去 再看什么想办法把我钱拿回来 雇主偏不发薪 置之不理 员工可以提离职 除了追讨薪水 还能要求资遣费 尤其现在有劳动法庭之后 其实他整个程序会更快一点 以前常常很多人不愿意上法院的时间 是因为我上法院之后 会变得时间太冗长 但现在因为有劳工法庭的关系 所以其实对劳工的帮助是还蛮大的 只要每再发薪日发薪水 劳工局可以命令雇主执行 就算最后把薪水补给员工 因为超过发薪日 雇主也可能会面临最高一百万的罚还 得不偿失 三连新闻离地挺身外一台被测放 到最好里面尾步 全最好的 几半 烟